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 香港怎樣可以更加積極 融入這個一帶一路 這個國家的發展大局 很高興有超過50位的立法會議員 是出席了我們今次的前三交流會 也都聽了很多很寶貴的意見 今早我們聚焦了幾個方向的 包括了怎樣去擴大我們經貿的網絡 怎樣去構建一個綜合的專業的平台 怎樣去促進民心的相通 推動下不同地方國家的青年的交流 甚至是怎樣去深化回內地和香港之間的一些合作 聽了很多很多寶貴的意見 對於我們制定的政策是非常之有幫助的 我借個機會也都向議員解釋了 我們在文化、體育和旅遊幾方面推動的工作 怎樣可以令到我們和一帶一路完善的國家 或者地區在那個民心相通上面 怎樣透過文化的交流活動 或者一些藝術表演 或者一些文博的展覽 或者一些體育的活動 或者一些旅遊的活動 去達至一個可以大家互相去了解 互相去欣賞 互相去尊重 從而將來可以更加在其他方面都有發展的一些方向 文青局主要討論在一帶一路的地區裏面 怎樣可以促進青少年的交流和實習的計劃 我們安排這些青年交流活動的時候 我們希望不只是單向香港青年去別人的國家 我們都會邀請其他在一帶一路國家的青年 來到香港參與一些交流和實習計劃 中間可能有一些措施可以怎樣便利到這些外地的青年朋友 來到香港去參與交流和實習 我們大家都是交換了很多的意見 我們今早早主要是就著如何擴展全球經貿網絡這個議題 和各位議員去分享意見交流意見 我們正在著力地去籌備第八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我們希望就是為我剛才所說的 無論是本地企業也好 內地企業也好 或者海外企業也好 去打造一個很有效的一個 一帶一路商貿投資平台 希望就是幫大家去對接雙機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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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